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道姜葱蒜黄粒扇鱼 做法简单,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要准备的材料有 黄辣汤,葱,姜,蒜,青红椒,红葱头 所以我们现在来准备的是两条黄粒扇 要清理里面的血腥线 清理之后才不会有异味 加入盐,外涂抹干净 外涂抹均匀并冲洗干净 把鱼放在案板上均匀切块 茶净 把兩條魚切好之後呢 再放入碗中備用 加入半茶匙的鹽 白糖 兩勺的生抽 一湯匙的黃豆醬 辣豆醬 加一些食用油 攪拌均勻並涂抹均勻 使其更入味 醃製十分鐘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來準備其他的料 準備辣椒 辣椒切成菱形狀 炒好之後呢放入碗中備用 接下來切生薑 把生薑切成薑裡 切好之後呢放入碗中備用 準備小蔥 再切成短 切好之後呢放入碗中備用 準備香蔥頭 再準備蒜頭 蒜頭和香蔥頭一併去皮之後 就可以放入碗中備用 接下來燒熱鍋 加入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 調小火 加入薑蔥蒜 炒出香味 翻炒均勻 翻炒均勻 讓它爆出香味 然後再把醃製好的魚鋪上鍋裡 並排列整齊 零食用油 然後再把醃製好的魚鋪上鍋裡 淋入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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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llt 零食用油 W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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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comparisons 並蓋上鍋蓋 中小火先煮一個五分鐘 5分钟时间到了 然后再煮一个5分钟 共煮了10分钟 好香啊 烫得我流口水了 之后再加入红绿辣椒 集香葱 再煮一个10秒时间 哇好香啊 那个味道 鱼要趁着赶快吃 这样口感才是最好的 味道很好很好吃 你学会了吗 赶快来尝试看看哦 好了 我们就到这里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下个视频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